清晨甘露3月17日 纪念穷人 加拉太书二章十节 为什么神准这么多的子民受穷呢? 若他喜悦的话,他就可以使他们都富有 他能把袋袋的黄金放在他们的门口 他能使他们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他也能在他们的四周摆满了各种食物 正像他使鞍唇遮满了以色列人的银一样 并自天上降下食物喂养他们 他们并没有受穷的必要 除非神看量是最好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他的 他能供给他们 他能使巨富、至尊、大能的人为他的子民效劳 把极多的财富带来放在他们的脚前 因为一切人的心都归他管辖 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 他准他们少一缺食 他准他们对手饥寒 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有很多 有一个是给我们一般大得恩典的人一个机会 好表现出我们对耶稣的爱 我们爱基督的心是借着歌颂他 祷告他表现出来 但若世上没有贫困的人 我们就没有机会借着周基弟兄表现我们的爱 他这样安排 为的是叫我们不只是在言语上爱 也要在行为和真理上证实我们的爱心 若我们真爱基督 我们就会关心他所爱的人 他所宝贵的人 我们也要宝贵 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义务 我们要把记住主民中的贫穷人当作一种特权 记住主耶稣的话说 你们既坐在我这地中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这个可靠的应许是很甜蜜的 这也足以激起我们要用甘心的手 此爱的心来帮助别人 要记住凡我们向他的名所做的 基督都认为是坐在他身上